提到Grab,你第一个会想到的是路上送餐的小哥,还是他们的电招车服务呢? 在Grab的APP里,我们不仅可以电餐、轿车、购物等,也能够付还一些杂费哦!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认识Grab这个应用程序吧! 欢迎收看老友学科技,更让长辈学习新科技,跟进新科技的教育节目。 Grab经过近几年的发展后,已经从当初的电招车服务,摇身一变成为了能够提供多元服务的大型应用程序了。 现在就让我们来认识这个APP吧! 打开Grab的软件后,我们能在界面上方看到一个电招车的搜索栏。 在搜索栏输入例子后,我们就能最快地预约电招车了。 而在搜索栏下方,我们可以看到钱包里的余额、积分与储值功能。 每当我们通过Grab来进行支付,我们都会获得一定的积分。 而当累积到一定的分数后,我们就能利用这些分数来进行抽奖,或者是在加油或网上购物时获得一定的折扣哦! 接着,我们能够看到Grab的所有功能,包括点餐、超市购物、电招车、或是小额保险等等。 最后,在界面下方我们还能够看到许多促销与折扣。 现在的你是不是对Grab的APP有更多的了解了呢? 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,别忘了点击订阅并打开小铃铛。 您就能收到最新影片的通知,和更多老友一起学习新科技了,再会!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